《行動不變案例》 給我回去看 看後對原始點有比較多的認識 這當時來的時候 走路使用模型的住行器 我平常喝薑湯 也自己煮三點多久 雞炎也是用薑湯洗 枯薑泥漬的傷口就好起來 皮膚也恢復了 也有添寫紀錄表 才發現吃的食物偏涼 水果也吃多了 這都會影響到健康的情況 不是只靠按推就好 平常使用點探、溫膚幫助很大 原始點的志工們幫我按推 也教我爬樓梯 從一樓爬到二樓 要爬很多次 要休息很多次 真的是很辛苦 也教我運動 自我按推的方法 漸漸我腳就有力 走路只用鐵拐杖 就不用按摩時間 到一零七年的元月份 也不用用鐵拐杖 就放手走路 但是時時要提醒自己 走路經過頭要平衡 價格要抬高 不能用拖的 薑茶薑粉是永遠不缺的 謝謝原始點上上下下 服務志工幫忙協助 讓我健康快樂 更希望大家多多接觸原始點 大家都健康吉祥如意